香港理工大學創科開放日 學校培育的初創企業齊集在這裡展示成果 我們會用AI的方法 可以幫助這一類病例如退化性失關之炎 做到一個更準確的早期篩查 李大博士生 陳樂俊 兩年前在指導老師的大領下 研發了這套預測系統 收集很多不同類型的數據 從而判斷會否有更高的風險 我們在醫院裡有另一個再進階的系統 可以分析X光片 甚至乎超聲波的圖像數據 透過這些多無態的資料 我們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預測 項目和學校等多個基金 總共資助了幾十萬開設初床公司 這裡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設立 它特別將我們這群設立群組合 我們很多時候其實都已經有交流 例如看報哪些分析 都互相交流一下 或者在哪裏有些合作的機會 它的目標是有八千萬人口的 粵港澳大灣區 希望建立華人數據庫 因為我們收集數據 其實現在還在專注於香港人 更大的目標是華南地區 大灣區裡可能有更多不同類型的人 對於我們收集數據的準確度會更高 對於未來的計劃 陳樂俊滿福大計 他說醫管局和下醫院 數據流通量很高 有助推動數碼醫療發展 希望未來也可以連通大灣區的醫療數據 將內地那邊的數據 都可以納入到我們AI的程式 內地的醫療體系 他們怎樣處理它的數據 其實相關的法例 我們都想了解多一點 對於我們整個商業的發展 都會有更加好的正面影響